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联 委内瑞拉及崇祯等时期 这一发言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 李贝却对这些比较提出了批评 强调中国的未来其实比许多人想象的要乐观得多 甚至有可能在国际博弈上更上一层楼 他的观点似乎令许多校友感到振奋 并引来了当场负不偿的质疑 你真的有这么乐观吗 但这一切的讨论并未就此结束 李贝的PPT被广泛传播 却被一些悲观者和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和利用 他计划在晚些时候公开发言全文 以针对这些误解进行澄清 那么 李贝的观点究竟能否改变大家对于中国未来的看法 他的乐观是否有根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时间回到8月25日 在北大经济学院的校友内部论坛上 一张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图片悄然流出 这张图片的背景是 办下投资创始人李贝的发言PPT PPT上将现在的中国 在历史上的可比阶段分别对应苏联 委内瑞拉 三反五反和崇祯等时期 这一比较 立刻在社交平台X 原推特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特别是在账号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的转发下 迅速成为了网民热议的话题 8月26日 李贝在朋友圈中迅速做出回应 他声称当时的发言 是为批评网络上流传的一些 不恰当的比较 并强调中国的前景 远比很多人想象的乐观 他表示 中国不仅有可能实现 资产价格的重沽 还可能在国际博弈中 实现大国地位的上台阶 这一乐观的观点 甚至另现场的 宣传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 都忍不住问他 你真的有这么乐观吗 李贝继续在朋友圈中解释 他的发言通过大量数据证明了 中国未来的潜力 很多在场的校友 在听了他的发言后 也对中国的发展前景 重新充满信心 然而 令他意外的是 他的PPT图片 在网络上 被一些对社会持悲观看法的人误解 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恶意利用和发挥 对此 李贝表示 他将会在晚上发布发言全文 用事实打脸那些 曲解他观点的人 然而 截至北京时间 8月27日凌晨一点 李贝的发言全文 似乎仍未在网络上出现 这一迟迟未发布的发言全文 使得事件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热度 丝毫没有减退 反而因为李贝的回应 而更加激烈 一些网民认为 李贝的乐观 只是自我安慰 无法改变当前 中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而另一些网民则表示 应该听取多种声音 特别是那些通过数据 和逻辑支持的乐观观点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账号 继续推波助澜 不断发布新的评论和观点 引导更多人参与到讨论中 一位名为希望之光的用户评论道 李贝的观点虽然乐观 但我们不能忽视真实存在的问题 政府和企业需要更多的改革和透明度 才能让民众真正看到希望 另一位用户未来之星则反驳道 与其一位抱怨 不如多看看数据和事实 中国的确在经历转型期 但这也是机遇期 李贝的发言 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 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 在面对未来时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 经济增速放缓 国际形势复杂 确实让人担忧 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人相信中国 有能力克服这些挑战 实现新的发展突破 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交锋 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了一个 观察中国社会心态的窗口 在某种意义上 李贝的乐观 也许能够给予人们 一种心理上的抚慰 但现实中的问题 依然需要面对和解决 他的例子表明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式 任何一种单一的观点 都难以完全反映全貌 唯有通过多方讨论和理性分析 才能更好地理解 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 有趣现象是 这一次的讨论 不仅局限于经济学界和投资界 也吸引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 社交平台的迅捷传播 让信息得以快速扩散 而每个普通用户的参与 也使得讨论 更加全面和深入 这种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 也体现了信息时代的 一个重要特征 信息和观点的传播 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媒体 和精英群体 而是由每一个普通人共同构建 话说最近 投资界的风云人物李贝 他那场刷屏全网的演讲 可谓是百转千回 令人拍案较绝 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朋友会质疑 李贝不是一项擅长讲投资 讲基本面的吗 怎么这次竟然跑去讲起历史 政治 甚至玄学了 这不禁让人猜测 莫非咱们的贝姐 也开始搞起了 顿悟这一套 来 咱们先看看 这张演讲截图 标题赫然写着 波罗波罗蜜 这次一看就带着浓浓的玄学味 让人联想起什么佛经啊 禅宗啊 贝姐 在这次的投资沟通会上 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 投资知识的分享 而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根据佛经解释 波罗波罗蜜的深刻含义在于 通过智慧达到彼岸 即超越生死轮回 达到涅槃的境界 有人会问 这像又是什么 去直是什么 无相又是什么 贝姐细细剖析 无不让人毛色顿开 像是指表现在外的特征 去直是说 去掉对一切事物 理论 思想以及意见等的固执 无相则是摆脱世俗 超越一切现象和表象 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真实认识 开悟呢 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一个 醍醐灌顶的感觉 至于道 那更是掌握宇宙外物的本源 和运行规律 有股民朋友总结的妙 像就是想着赚钱 去直是说 不要总想着赚大钱 无相就是 你得拎得轻 问问自己赚钱赔钱 真的那么重要吗 这时候你就能超凡脱俗了 理解了 顿悟了 也就明白了 炒股本身没啥意义 重在参与 重在乐呵 这一说法 真让人忍不住想起 天龙八部那句名言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做如事官 懂得这句话 才能理解投资的真正意义 投资如人生 体验过程才是 最大的收获 有人可能会笑颜 繁殖李贝 那真是股市的违背之神呀 但现实是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李贝的表现 却是亮眼 无论是办下宏观对冲 还是办下稳健 亏损都不足3% 已经跑赢了大部分选手 根据他7月份的持仓月报 他以港股高股息为底仓 几乎没配置 啥国内风险资产 同时 他还配置了 一点美国五年七期货 这么一来 港股高股息 LUF年内 竟然涨超13%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李贝的这次演讲 给我们带来的 不仅是投资的思考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有人说他在搞玄学 但实际上 他是在用更高的眼界 看待投资这件事 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 学会拨开迷雾 看到失误的本质 找到自己的道 人生如投资 投资如人生 都是在不断的顿悟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这才是李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我们不妨继续探讨一下 李贝的般若波罗蜜 究竟给投资界 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风尚 要知道 金融市场向来是风云变换 哪怕是长期稳健的投资策略 也有可能在某个瞬间被市场吞没 在这样的环境中 投资者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智慧 是那种能看透市场本质 能在迷雾中找到方向的智慧 李贝的波罗波罗蜜 正是这样一种智慧 他通过深入的思考 告诉我们不要被表象迷惑 市场的表象 可能是股价的波动 是企业的财报 是各种经济数据 但这些都只是香 真正重要的是你 能不能去掉这些表象 看见背后的本质 有一次 一个朋友在聚会上 提起李贝的这次演讲 大家纷纷表示认同 小陈忍不住感叹 以前我总是被市场的波动 搞得心神不宁 现在听了李贝的演讲 我才明白自己 真正需要的是平和的心态 大家都笑着点头 仿佛找到了投资的真谛 其实李贝的智慧 不仅仅适用于投资市场 在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被各种表象迷惑 忽略了事物的本质 比如说工作中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复杂 甚至是对未来的焦虑 这些都是香 我们需要做的 是去掉这些执念 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平和 与宁静 李贝的演讲 让我们明白 投资不仅仅是一种技能 更是一种态度 它教会我们 在面对变化时 保持冷静和智慧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市场的波动中 找到自己的道 最后 让我们回到李贝的投资策略 他选择港股高股息为底仓 这是一种稳健的投资方式 港股市场相对成熟 高股息的企业也比较稳定 这为他的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 他还配置了一点美国五年期期货 这是一种对冲风险的策略 通过这种方式 他在市场的波动中 保持了投资的稳定性 李贝的波罗波罗密 不仅仅是一种投资策略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他教会 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 保持清醒的头脑 找到事物的本质 让我们在未来的投资和生活中 都能运用这种智慧 找到属于自己的道 这就是李贝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他的演讲 我们不仅学到了投资的技巧 更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这才是波罗波罗密的真正意义所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传言 习近平和崇祯相比 首先我得说 这种比较简直是荒谬绝伦 崇祯皇帝在位期间 明朝内忧外患 结果亡国 现在中国可不同 经济发展迅速 科技进步 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9年中国的GDP 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 稳居全球第二 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 怎么能和明朝末期的悲惨情况相比呢 楚天书 你还真是乐观得很 你提到的GDP增长确实很亮眼 但别忘了 GDP不能掩盖一切问题 明朝末年也有过繁荣的时刻 但那又怎样 内部腐败 外部敌扣 最终还是走向灭亡 现在中国的问题 诸如经济泡沫 国企负债 高科技封锁 可不是GDP能解决的 你要说经济数据 我也有一个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20年 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已经超过60% 高企的负债率难道不是隐患 哦 谢琪琪 你的话真是忽悠的人心跳加速啊 崇祯皇帝面对的 可是李自成和外面的满洲铁骑 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 经济结构调整和高科技竞争 这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说到政府债务 占GDP的60% 其实在国际上并不算高 比如日本的债务占GDP比重 已经超过200% 再说了 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 可是有相当经验的 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成功渡过难关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完全有信心和能力解决 楚天书 听你这么说 我都快得到成仙了 你说什么经济调整 高科技竞争 好像我们只要在家把劲 就能登上宇宙之巅 可是你忘了 崇祯皇帝也是满怀自信 一度以为自己能扭转乾坤 你提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确实有效 但也带来了大量的地方债务 和房地产泡沫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2020年底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总值已经超过了GDP的三倍 这可是一颗定时炸弹 历史告诉我们 自信是好事 但盲目自信可是灾难的前奏 谢琪琪 听你这么说 我都快要怀疑人生了 你总是拿过去的错误来吓唬人 但你得看看事实啊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确实存在问题 但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 比如三道红线政策 对房地产企业的债务 进行了严格监管 房地产市场逐渐趋于健康发展 再说了 科技竞争 我们也没在原地踏步 华为 中兴这些公司 在国际市场上可是风生水起 2020年华为的研发投入 达到了141.9亿美元 全球排名第三 我们有这个实力和信心 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楚天书 你这乐观的劲头 真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提到的三道红线政策 确实在监管房地产企业债务上 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这无异于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政策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还有待观察 至于科技竞争 华为中兴这些公司 确实有成就 但也正因为他们太过成功 才遭到了国际市场的抵制和封锁 这种外部压力 不是靠热情和信心就能摆平的 崇祯皇帝的教训告诉我们 盲目自信和忽视问题 只会加速失败 面对现实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传言 习近平和崇祯相比 首先我得说 这种比较简直是荒谬绝伦 崇祯皇帝在位期间 明朝内忧外患 结果亡国 现在中国可不同 经济发展迅速 科技进步 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9年中国的GDP 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 稳居全球第二 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 怎么能和明朝末期的悲惨情况相比呢 楚天书 你还真是乐观得很 你提到的GDP增长确实很亮眼 但别忘了 GDP不能掩盖一切问题 明朝末年也有过繁荣的时刻 但那又怎样 内部腐败 外部敌扣 最终还是走向灭亡 现在中国的问题 诸如经济泡沫 国企负债 高科技封锁 可不是GDP能解决的 你要说经济数据 我也有一个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20年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 已经超过60% 高企的负债率难道不是隐患 哦 谢奇奇 你的话真是忽悠的人心跳加速啊 崇祯皇帝面对的 可是李自成和外面的满洲铁骑 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 经济结构调整和高科技竞争 这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说到政府债务 占GDP的60% 其实在国际上并不算高 比如日本的债务占GDP比重 已经超过200% 再说了 中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 可是有相当经验的 比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国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成功渡过难关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完全有信心和能力解决 楚天书 听你这么说 我都快得到成仙了 你说什么经济调整 高科技竞争 好像我们只要在家把劲 就能登上宇宙之巅 可是你忘了 崇祯皇帝也是满怀自信 一度以为自己能扭转乾坤 你提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确实有效 但也带来了大量的地方债务 和房地产泡沫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2020年底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总值已经超过了GDP的三倍 这可是一颗定时炸弹 历史告诉我们 自信是好事 但盲目自信可是灾难的前奏 谢琪琪 听你这么说 我都快要怀疑人生了 你总是拿过去的错误来吓唬人 但你得看看事实啊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问题 但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 比如三道红线政策 对房地产企业的债务 进行了严格监管 房地产市场逐渐趋于健康发展 再说了 科技竞争 我们也没在原地踏步 华为 中兴这些公司 在国际市场上可是风生水起 2020年 华为的研发投入 达到了141.9亿美元 全球排名第三 我们有这个实力和信心 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楚天书 你这乐观的尽头 真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提到的三道红线政策 确实在监管房地产企业债务上 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这无异于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政策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还有待观察 至于科技竞争 华为中兴这些公司 确实有成就 但也正因为他们太过成功 才遭到了国际市场的 抵制和封锁 这种外部压力 不是靠热情和信心 就能摆平的 崇祯皇帝的教训告诉我们 盲目自信和忽视问题 只会加速失败 面对现实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 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